可是小鐘會摔東西喔 其實會很難惹到會摔東西 因為唯一會摔東西就是 可能就是肚子餓 對 然後昨天就對他 唯一有一次摔這東西就是 因為要錄影之前就突然很餓 然後之前大雄都會幫我 買什麼巧克力什麼的 所以吃個什麼巧克力 我就覺得很開心這樣 結果我已經叫他 準備好幾次巧克力 有一次大雄還送我巧克力 我說放包包 然後我說我要吃 他說沒有帶 那我覺得每一次 我已經講過那麼多次了 昨天我又...又餓了 然後我說我要吃巧克力 他說沒有 我就摔盤子說 怎麼會沒有巧克力這樣 你為了巧克力摔盤子 可是這個其實還滿細的耶 因為你明明知道 他知道他要吃巧克力 你幹嘛... 對...然後我還叫那個製作單位說 那個貢品應該可以吃 小男人貢品 因為已經餓到... 因為我已經跟他講過很多次了 所以你想要看到 會不會真的血糖過滴死掉是不是 沒有 尤其是 我包包裡面有放 可是我每次放的時候呢 他自己都先吃掉 沒有...我沒有先吃掉 其實他都... 他那幾天都不吃 我問他要不要吃東西 要不要吃巧克力什麼都不要 然後剛好我可能 套包包可能整理出來之後 東西弄一弄 然後他要...那一天沒有帶手 他就說我要吃巧克力 我就... 你覺得怎麼會這麼剛好 那你剛開始工作的時候 小鐘也有交代說 要拿雞腿便當這件事嗎 沒有耶 是你自己領悟到 還是你看康熙知道 是那個前輩有交代下來 所以他離職前有跟你講說 小鐘要注意的事項 有哪些是不是 對 類似這樣子 有吃雞腿便當 要吃雞腿便當 兩個 兩個 妳吃兩個喔 可是兩個都害之後 但會覺得被便當少一個啊 可是因為他不吃飯 對啊 他只吃菜 他要跟雞肉 那你為什麼不自己帶雞腿就好了 沒有 那個製作單位都有訂便當啊 為什麼不叫 可是有一個是別人要吃的耶 都會有多 我們常常沒有雞腿耶 我好幾次要吃都被你吃掉啊 怎麼可能 他要吃雞腿然後沒有了 我是連整個便當都沒了 因為被你拿走 就拿回來幾下飯 裡面的那個東西已經沒了 所以我們的命 就是專門吃澱粉吃 然後妳就會專門吃雞腿便當 我們就胖子 你就好瘦 我不是陳漢典的啊 你不要先對我 你不要在旁邊看你很開心 你不要先對我 不是對我好像是陳漢典跟你嗎 是他那種感覺啊 可是我不懂 你摔完東西之後怎麼收場啊 就是...自己哈哈 然後就把它撿起來 然後就... 就是... 因為我覺得也不好意思啊 因為他畢竟是女孩子啊 不像大雄還是還可以比較... 對啊 凶他一點 凶他一點 女孩子就算了 他都離開那個宮殿來講 離開了 郭彥均 你對於你的助理有抱怨 是說你問他什麼他都不知道對不對 就常常會問他過幾天的事情 然後他會說 好 那我再聯絡看看 然後再過幾天問的時候 他說那你再等我一下 我再幫你聯絡看看 常常會這樣 所以他為什麼不能找到答案給你 有...有什麼不能講的吧 我也不知道 他常常會這樣子 他年紀還小啊 對啊 所以譬如說我們前幾天 前幾天我們有一個公司 有一個演唱會嘛 我們去彩排 然後我彩排時間只有那一天的 那兩個小時之後我要錄影 接下來隔天 兩天我要出外景 我一回來台北之後 就要直接演唱會了 那到我們這邊彩排的時候呢 我們這一組裡面有一個藝人 他就是他也要彩排 但是他應該... 他有個人獨唱的部分 也有群體的部分 那我的部分就是要彩群體的嘛 那他的部分就各唱 那我就跟他講說 那你可不可以去跟他們講說 我們先彩群體的 他個人的部分後面再彩排 那我就很生氣的是 因為... 然後他又在跟公司 另外一個同事在那邊 在那邊玩啊 在那邊... 我就很生氣 那我的用意其實是 我需要的是 我要走到位 我不是說你要去問問看 對 我要到這個東西 所以你要的答案是說 好 我去幫你辦到才對 他其實應該...你的意思說 他應該是... 你不用跟他講 他已經要做...就幫你 對 就是私人的部分 我是覺得還好 什麼巧克力那什麼 那我覺得還好 但是我覺得... 就是... 不是便當什麼的 其實我... 其實我跟你講 真的重要是這些事情 不然你要叫他做什麼事情 沒有 其實我是希望說 所以我才跟他講說 我希望你可以長大一點 看遠一點 他已經很大了耶 不是 我們處事 處事的方式 你也不敢把巧克力 放在他身上 請問最後你有彩排到嗎 沒有彩排到 然後我錄影...我在外景的 這不可原諒啊 你有摔東西嗎 我沒有... 我只會捶... 我真的很生氣的時候 我只會捶自己大腿而已 然後我就那兩天 就一直跟他一直... 他就一直傳別的藝人在走位 然後老師幫我走位 然後我一直看那個畫面 對音樂這樣 所以你沒有走位 有...然後我第二天回台北的時候 已經是晚上11點半了 再到巧巨蛋再去彩排 那天就彩到2點多 所以為什麼你當時 不幫他溝通好啊 沒有 因為 其實那邊的備份 全部都比我高 然後我就是 你可以彩出另外一個人嗎 你說欣梅姐 等一下6點要見郭彥智 不是 所以我們現在一定要彩排到 不是 我覺得欣梅的名字 滾石30年 大家都還是會... 對啊 不是...那天的重點其實是 一次那一天那麼多明星 唯一沒有唱自己歌的人 哪有 努力也沒有啊 就你們兩個 沒有 重點 其實那個演唱會 你有沒有彩排那麼重要啊 沒有 不是 因為... 不是...因為... 我講中的多遠意思 因為我看到演唱會畫面裡面 有他們兄弟的時候 我真的嚇到 你們是滾石的人嗎 對... 我們出道到現在都是 那個彩排很重要 因為他弟弟就太High了 然後一直往後退 差一點點就跌到那個舞台 第一天華健哥就掉下去了 對 是吧 對 所以妍神你有... 你沒有因為他的事情哭過 就是他那天講的時候 因為那天他講的時候就是 就是語氣有點重 然後我就有點難過 但是我覺得他說 是我自己扶著 你現在是要哭了嗎 他哭了耶 他哭了耶 他哭你也不怕那一下 好不好 不要這樣... 哭... 不是 不是... 不是... 我那天是真的有比較兇 但是也沒有那麼的兇 你是用了多重的字罵他 我說...我就首先問他說 你覺得今天彩排重不重要 他說重要 我說那我們今天來的目的是什麼 他說彩排 那我們要走的時候 我說那我們有踩到嗎 他說沒有 那我說那問題發生在哪裡 他說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怎麼樣 他們照亮亮走 我說OK 那前面也有一些大哥 其實很簡單啊 我這樣聽很簡單 就是你的輩分不夠 他的輩分不夠 大家都同公司的 然後我就說 那你可不可以跟他講說 我們先踩小部分 那其實你就跟他講啊 既然是同公司是好朋友 對啊 康哥 我等一下怎樣怎樣 我要先走 小鐘先踩... 等一下我沒事 對 就是這樣子啊 你真是太見外了 而且他這麼資淺 資淺 好 奇怪 對啊 他這麼資淺 怎麼可能有辦法去幫你爭取 他這個 他又不是嚴辰序 他是嚴辰序 嚴辰序 你做事要有嚴辰嘛 你不能...要獎勵 不能只有嚴辰嘛 這個來玩啦 我們兩個要關你耶 對啊 所以我們搬家 你這樣子的話 嚴辰序酒 我跟你講 對啊 而且... 而且... 一定是不同 這是奏序法 真的還不一樣 他也不一樣 沒有 順順不要輕易去撞 他的... 你講這個對 因為他的酒量真的很好 沒有 你又接錯一下 因為我們常出現的時候 都是他幫我擋酒 死了